花蓮市新兴路景观改善及新闭工程 原本是在去年6月要通车 不过延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很多民众向立委复昆旗服务处来承行反应 3月15号立委复昆旗服务处就召集了相关单位到现场现刊 除了确定支线3月26号会通车 针对旁边的护栏还有连接社区道路的交通号制标线 也要求营建署要做调整改善 一例通车之后社区居民可以行车安全顺畅 立委复昆旗服务处召集营建署北区工程处会同事工所 多位市民代表还有里长来到新兴路工程现场会刊 在地里长提出了最实际的需求 认为连接社区的路口交通安全动线必须要严加考量 立委复昆旗服务处处长陈文清也居中协调 要求营建署要针对在地居民的意见做改善修正 那因为我们今天办会刊要里面跟市里长还有市民代表了解说 我们哪一些工程需要来加强的部分 我也请市民代表跟里长来反应 让我们营建署能够来确实改进 尤其是号制标志标线的部分 甚至我们在路程中有需要加强来做标志标线 甚至告示牌的部分 我刚刚都已经请营建署还有我们县府的交通科来做好 让我们的交通新兴路还有中兴路的这一件新兴工程 新兴工程能够顺利严满 让民众能够有行的安全 宽敞笔直的新兴路支县即将完工 但周边还有需要收尾和改善的部分 施工单位表示会进行评估讨论 3月26号要同车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周边靠花莲农工这边的一个环境 那再跟事工所跟学校这边再来做会堪延山 那我们有一些栏杆的部分 因为有高地产还要在做延山 那还有这个大城出入口斜坡道的部分 我们在研绎是不是考量到 因为那边是一个直向跟横向的一个交叉路口 那边会在做研绎 新兴路支县新兴工程 一个星期内经过两个不同单位会堪 好消息是确定在3月26号会正式通车 届时民众从新兴路横跨到府前路将更加的快速便利 届会欢迎市报导